以赡养费 母亲要求的赡养费有多少 每个月 要300块钱 每个月让你们一个人出300 如果没有把你们告上法庭 你们会愿意出吗 从来没问过 那我问你们 你们会愿意出吗 但是会让他们出 我母亲并不是说没有工资 她有退休金 她有医保 她还有积蓄 说她不需要 如果她说没有钱 跟我们要赡养费 我们可以给 别说300块钱 就3500我们也给 如果她又没有钱 她有时间去打麻将吗 那你们她哪来的 有没有赡养她呢 有 平常有啊 你们的赡养方式是什么 就我父亲有病在期间 我们一个周回家去一次 她一天三个饭是我们做 母亲是什么时候 不让你们回家的 在11年的8月1日 这个时候父亲还健在 还健在 这一次母亲把你们告上法庭 你们觉得是母亲自己的意思 还是有人 不是 绝对不是 她这背后有黑手 我们现在就想把这个黑手 给她整出来 黑手是谁呢 就是我妹妹 现在法律上给我们的证据是 你母亲把你们三个都告上了 如果是你妹妹的话 她为什么把自己咬告上呢 她现在在我母亲家住 她吃喝都吃我母亲的 你想啊 她给我妹妹告的 是做银子 那你觉得母亲这次上诉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是需要你们每个月出三百块钱吗 不是她的本意 那她这么做想干嘛 她想做的干嘛 想做的就是要想我们把财产放弃 那能不能把妹妹假想成 她是想留在母亲身边 好好照顾母亲 而不是依赖她 她没有这个 在08年到09年这个期间呢 她自己啊 没经过我母亲同意 她就把我母亲的窗换上塑钢 人家给领来家呢 给我母亲就气得挺够呛的 但09年呢 她又私自把我母亲的家具啊 给换了 我母亲就这样子一气子家病了 打了18天掉屏 结果已经没有 可是如果三妹这么恶劣的话 你们两个人回家找母亲 母亲应该赶紧看能迎接 你们来保护她 为什么母亲不给你们看 我母亲现在有钱供她吃供她喝 所以说她现在不和我母亲打 所以你觉得母亲把你们告上法庭 跟财产有关系 对 在我弟弟01年死的时候 以后他就是遍遍家里的 家里一切大全 他全都掌握了 所以你才更怀疑父亲的死因 是有问题的 对 在我父亲12月4号死的时候 5号是我儿子一手办的 去上市的时候 上火葬场上公墓 要钱全从我银村门 和他儿子斗里头拿钱 因为我父亲死亡了 上账费 是47,632块钱 但是我父亲死的时候 连五千就五千多块钱花了 花了五千两块钱 就是说这几天连所有吃喝 就这样子 你来不走 我 bem 上火里我 那你来不走 有可能 很快 因为我没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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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我母亲晚年幸福 过好每一天 还有其他的吗 他们说愿望我的 我今天要洗清 想洗清自己的清白 对 你知道他们要你洗清 哪些事情的清白吗 他说我父亲死 没咽气就给衣服窜了 松火张肠火花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母亲把你们三个人告到法庭 两个姐姐觉得 你在当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你妈妈把你也告上上法庭 如果我要是挑拨我母亲的话 母亲不可能给我告上呢 但他们说 这有可能是一个障眼法 要告就把三个女儿一起告 你怎么想 他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我 我 没做的 没做的事 我都敢 那个承认 不是我做的 我不可能往身上领 这个 您现在跟母亲在一起生活 是不是 就从父亲走了以后 我在照顾我母亲 因为我母亲腿不好 走道挺吃力的 姐姐们刚才提到 您住在母亲家之后 把家具也换了 冰箱也换了 那是我们下岗之前 那个母亲就说 人家看人家这个窜换了 那个窜换了 你看多好啊 怎么事的 当时大微笑也挺好的 完了我就 有这么大的能力 我就先给母亲创换了 所以换窗户的钱是您出的 对 换家具跟换冰箱的钱是谁的 我出的 都是您出的 我就行了 我有一点能力 最起码叫父亲母亲 过个晚年生活 三妹尹淳美 一上场就全篇推翻了 两个姐姐对她的指责 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 这三姐妹之间 从很早开始 就有了些口讲 一步步把矛盾积累 最终变成现在这种 似乎是水火不容的状态 可是大家毕竟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 怎么有如此解不开的心结呢 这背后到底还有怎样的隐秘呢 母亲把你们告上法庭 你知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来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有退休钱嘛 父亲走了去世以后 母亲那个腿 支腿 花了很多很多钱 完了母亲就说 我这费用不够 原来 这些支腿的钱有单据吗 有 全部都在 这些账平常是谁在管 原来都是母亲拿的 就从上这个节目以后 我才拿的 所以每一笔看腿的钱 都是母亲自己在付出 自己在拿收据回来 并不是你在管理他的钱财的部分 没有 没有这个事 因为刚开始我父亲去世了 我大姐把我父亲算商账费 需要单位需要要的手续 她给拿走了 母亲就给大姐单位又来电话 说要算商单位 算我父亲商账费 完了我母亲就问 打电话给大姐 大姐就不接电话 最后本 那个我问我二姐的 还要打电话 告诉要这个东西 商单位算商账费 母亲就说 我打电话找不着呢 有奖励的地方 那我就上法院告呢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姐姐们说到 财产的问题 她觉得 之所以今天发生了这一切 都是因为 你想要把所有的财产 都占为己有 没有的事 为什么两个姐姐 要这么怀疑你 那我就不知道她怎么 那那是她的想法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都不想一想 我姐姐干嘛 怎么这么对我 她到底想干嘛 把我弄倒了 她有什么好处 她要栽赏我 我也没有理由去说 说 我说什么 我们怎么栽赏你呢 你说 说是基金的理由来 咱妈的 你那是解她妈妈 你这话都没说 我告诉你 我当时全都是在意 我敢再说 钱包的明天大话 你都能杀 昨天死了 是怎么死的 你都不在场 你怎么知道 没演技就死的 你拿什么做证明 我给你讲 咱爸的灵魂就在你头上 我们看 人在做 人在看 姐妹三人的争吵 不断升起 对对方的指责 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拿着去世的父亲 来读咒发誓 这种与生俱来的 十指相连的血缘关系 承载的是 手足之情 父母之恩 可是却在这些 无谓的争吵之中 慢慢的淡化 两位姐姐 你们稍微冷静一点 就是你们的心情 我们可以表示理解 但是就是按你们的话说 头顶三顶六十顶 如果真孝顺的话 今儿这节目都不该做 我父亲有病 是59岁有的脑血缠病 20年 在这期间 你要你这么自己说 我父亲每次上医院都是我 我不管是半夜 接电话 什么时候接电话 是在做饭 接电话 都是我 全在我第一次到现场 我们家三口人 连我母亲 胃口不舒服 就一个肠心软 都是打电话给我 我父亲有病 我跟我母亲说 有病 我们自己拿钱的 我母亲不用 这个话 最后我们父亲 手药尿不湿的 也是我手拿钱 这么多年的姐妹们 由于一些问题 特别是 可能生活都不太容易 牵制到财产的问题 会有一些猜忌 有猜忌 说出来 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但是猜忌 不能用来当做指控 姊妹现在是一个 很奢侈的称呼 下一代人 还有姊妹吗 我觉得母亲不告 你们应该主动 拿钱来 赡养自己的母亲 让母亲 有一点心安 这才是我们 仁义道德的要求 母亲告了吧 把目标 朝准了妹妹 因为妹妹告的 我觉得就更邪恶 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 首先应该反省自己 那你们三姐妹 究竟是谁 照顾父亲多一些呢 在这过去的五年里 我姐照顾得多 这三年 这这我们怎么算了 就是说 我和老二比较多吧 以纯美 那你 你是觉得在这三 在这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谁照顾得比较多一些 她说我父亲有病 我二姐上医院 跑前跑后的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这个问题 你一直不正面回答 我可以认同他们的是 他们照顾多一些吗 这个 这个拱不是我抢的 你去 最清楚 就在我们录制过程当中 原本 一位只愿待在密室里的当事人 突然来到前台 希望发言 这个人 就是尹家大哥的女儿 尹力曼 她的到场 会给我们的调节 带来怎样的进展呢 都是长辈 所以我不想介入太多 因为我有些事情 说不准 因为我没亲眼看见 没亲眼听到 但是刚才我要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奶奶没打我爷爷 我奶奶也没打您 刚才我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第二件事就说 想说谁分担的更多 说实话 三个姑姑条件都不好 说 二姑和二姑府 确实是去照顾了 但是说实话 真正 就从最近一年 我小姑下岗之后 确实是我小姑照的 照顾的比较多 之前是三个姑姑分摊 照顾我奶奶 然后我想说 第二件事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三个姑姑条件都不好 现在就是争一个钱字 如果我奶奶和爷爷 留下巨额家产也就罢了 不多 大家刚才看了这个 房子四十多平 地处的地段还可以 但是我们算一下 四十平 一万五一平多少钱 匹到五个人多少钱 然后我现在就希望 就是 无论是什么样事情 多一件事情 我奶奶都会多伤心一分 我现在不是感动 大家谁和谁 就是 各自都有难处 但是刚才说了 人生如戏 全套演技 有的东西是演不了的 真的也假不了 那你会有什么话 想跟你的三个姑姑说吗 都是女儿 都有付出 都能感受得到 付出的是不同方面 因为我奶奶 然后现在争力 就是钱被小姑取走了 什么的 我奶奶现在虽然腿脚不好 但是她的钱是自己绑着的 然后呢 其实我奶奶特别有主意 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挺有主意的